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离商破晓 今天破晓来给大家带来三国之战略版的这个战报 那么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战报呢就是这个泰卫盾的战报 可以看到这场泰卫盾呢一共打了五场打了一万两千的战功啊非常的猛啊 不过这是一个满红泰卫盾 所以说穿穿一些普通的白板或者是一些高红对吧 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当然了当之无愧的来说 现在泰卫盾是目前版本的T0 没有人这个对吧 没有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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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驳我吧 对吧毕竟当代的泰卫盾还是很猛的 不论是可以看到打这个甘泰城 打着姜维的这队对吧 然后在这个鼠齐 哎这叫鼠宫啊鼠宫 然后打这个虎城还是打三十旅 还是打这个无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阵容啊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泰卫盾到底有多么的强势 那本期给大家带来的呢 是由左边的这队满红泰卫盾对决右边的这队高红无枪啊 当然 显然高红无枪打不过挺那么长的 好咱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战法 那么左边司马懿的战法呢 带的是用武通神加识别三日 然后曹涛呢 是带着这个伏击军民加魅惑 讲道理啊这个泰卫盾的魅惑是真的恶心啊 因为他这个控制配合这个满宠来说的话效果非常好 然后这边满宠带的是刮骨疗毒加风诗阵啊 技能非常不错 那么这里也没有恒甲兵对吧 非常强势 那么另外这一队呢 是这个陆逊这一队 陆逊这一队带的是当风吹雪加兵无常事 鲁肃带的是白尔兵加赞壁其风 城普带的是草船界剑加风诗阵啊 风诗阵 那么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对不对 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的双方的这个兵书啊 这边司马懿的兵书选择的是军行 币其锐气防备勇翼啊 这个兵书带的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边来看 曹操兵书呢 是九变林笛不乱 眼虚弊君 那么这里满宠的兵书呢 是九变元气毕宫眼虚肃战啊 然后这边陆逊这个呢 是这个奇政相生 文韬直 这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鲁苏呢带的是军行西军爱民啊 西冰爱民 然后手势防备 那么继续来看这个城普军行 无战而胜手势防备啊 那么双方的这个兵书带的也很不错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战斗回放 讲道理啊 我们强作为一个老牌的 对吧 强势队伍 那么碰到 这种 这个满宠盾啊 也不叫满宠盾 就太卫盾啊 就非常的强势啊 众所都知啊 在现在的版本呢 对吧 有些人他第一个 他养这个开荒队伍啊 这个司马懿的这对满宠盾 满宠盾 也叫泰卫盾 当然了 这个泰卫盾 讲道理啊 目前版本T0 我不得不说啊 他真的很恶心啊 你打起架来 对吧 第一 这个曹操配合魅霍 他这个控制效果非常足啊 然后尤其是对对 对面对吧 这个攻击 次数越多的人啊 那么这个控制就会越足 因为魅霍这个技能 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技能 好 咱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技能吧 这边战斗皮疾风开起来 开一个阴死亡故 刚刚也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司马懿呢 打了一万多的伤害啊 非常的爆炸 然后这边曹操蛮宠 对吧 又是奶 又是这个控制 又是减伤的 那么保证司马懿的后期 一个存活能力 再加上 加上风势阵 对吧 司马懿这个伤害的话 是非常的爆炸的 来到第一回合 左边两万兵力 右边三万兵力 然后一个火烧联营 加一个当风吹绝 当风吹绝 直接抠到了曹操啊 曹操被控了一下 非常的舒服 那么继续来看 来到了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可以看得到啊 这边这个 蛮宠也在奶人 这边曹操 继续被烧了一下 然后双方继续 互相评A 这边陆逊 再打一个火烧联营 群体灼烧 然后给司马懿 打了一个震慑 可惜呢 司马懿不需要 这个回合啊 不需要这个回合 继续来看 来到第三回合 曹操的血量 已经降到了2900 这边蛮宠一个刮骨撩毒 直接抬曹操的血量 直接抬到了5000 非常的变态 直接抬到了6700 我的天呐 这就是 对吧 这就是这个 司马懿的 这个太卫盾 这就是强势之处啊 那么来到了第四回合 第四回合 这个城虎草船窃剑 然后给了一个提救 给了一个进化 继续来看 来到了这边 满宠一个刮骨撩毒 再抬一波血量啊 可以看到 曹操的血量 已经被抬得非常爆炸了 然后军民 可以继续回血 那么这边 这个司马懿这队呢 其实已经无伤大雅了 对吧 血疯狂的掉 血疯狂的回 那么另外这一边呢 对吧 可以看到 一个这个奇谋啊 把这个陆逊和城普 就打残了 然后陆逊这边 也是回血非常的猛 来到第五回合 那么在后面的回合呢 这个无枪会逐渐疲软 那这样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互相又是被震慑 又是被这个 烧的 对吧 然后双方的控制 也是非常的足啊 可以看到 那么陆逊 有这个冰雾尝试的 奶量也是非常的爆炸 继续来看 但是可以看得到啊 鲁素他们 这个角色呢 他越到后期呢 他是越脆的啊 可以看到 这边草城这件呢 是没有 给到这个陆逊 可以看到 继续 这边援护啊 配合一个援护的话 这个曹操的控制 是非常非常足的 来到了这个第六回合 第六回合 看那个司马懿的伤害啊 司马懿的伤害 就集中在六到八回合 可以看到 第六回合 一个奇谋 打了一个非常高额的输出 那么这边 陆逊 鲁素和成仆的血量 都已经逐渐的降低 那么来到第七回合 第七回合 可以看得到 这里曹操被震慑到了 然后陆逊 再打一个火烧连营 群体灼烧 震慑到了这个满宠啊 非常不错 然后打一个当风吹绝 当风吹绝 打到了满宠 非常难受 没有打到司马懿 司马懿再来一个起谋 直接把这个 鲁素成仆 和陆逊的血量 继续压低 来到第八回合 成仆仆成仙剑 试图回复一波血量 让自己防止暴毙 那么继续来看 可以看到这边 司马懿 即将要动了 司马懿要动了 等到最后一个回合 这边司马懿动了 一个伤害 直接把对面的陆逊 直接斩首 斩首行动了 属于是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蛮宠的 这个开卫盾强度非常非常的爆炸 而且不仅是控制组 回血组 而且减伤也非常足 那么这个阵容 破晓也是非常推荐去练的 这里破晓建议呢 你第一个阵容 如果你这个 红度比较高 或者是你 阵容比较多的话 那么推荐第一个阵容 练你的开荒阵容 第二阵容 就练这个阵容 非常的能吃分 那么迟早也是会被削的吧 那咋办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